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几天蒋湾群迅猛攻苏贞昌让苏奎忍不住再开炮 苏院长在国会殿堂入骂国会议员发泄情绪又不是第一次 以行政院长无法正面回应 就用羞辱式反质询 不能不类比喻的方式来转移焦点 蒋湾在杠苏贞昌不断下猛药 就遭外界解读是想要挽救自己的民调 毕竟日前中华传播管理学会做出来民调 蒋湾的支持度首度被诚实中超越 加上这回咨询临场反映不只被同样是律师的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笑 遇到这种诡辩都语色 我看了也是语色 就怕反咨询持续发生 国民党立愿党团将提杯葛总咨询 反至苏贞昌 民进党的候选人的每一位民调所做出来的似乎都越来越有机会能够赢得台北市长的这场选举 当然国民党会越来越焦虑 而且蒋万安也越来越焦虑 那当然国民党就要全党就一人蒋万安 来营炮口难得一致对外遭绿营立位狂酸全党护蒋万安 2022还没开打国民党已经深陷全党就一人泥造 我们看到蒋万安跟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法院的这一段质询 连这个要跟他有可能未来的对手黄珊珊也够赢了 违远怎么看 因为当时的情况确实 院长蒋万 像蒋万安起习已经输了一碗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蒋万安是不是就是担心在北市的选情告急 所以他这个形象才要蜕变 变成这种他一直把塑造自己是一种战神的状态 我在谈蒋万安北市选举之前 我先讲一下黄珊珊 我看到他这样回应老师讲 我觉得黄珊珊幕僚该打屁股 虽然他这样酸取得一定就是网路上的那种声量 就是黄珊珊都笑蒋万安 但回到台北市长的选举 台北市民其实不太喜欢这么酸言酸语的一个市长候选人 这不是针对黄珊 我真的回到台北市民 但还是希望比较理性的去辩论 所以在这场当中 当然黄珊珊珊的过程当中取得一定声量 但透过蒋万安回应的方式 一高一低马上就高下立见 那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咨询 老实讲 我先讲 我觉得苏贞昌书院长影射蒋万安是猴子 我觉得不太好啦 那毕竟这样子 我觉得有点 这还是有点人身攻击 但回到国会殿堂里面 老师说今天刚刚明又有讲 说今天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应该提出 如果真的缺电话 国民党应该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告诉人民我们该怎么做 我也认同 但这个责任不是放在蒋万 那场咨询当中 因为蒋万他本身是立法委员 他握有的是监督的咨询权 他不是一个行政权 他必须提出什么跟人家不同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谁该提 我们朱立元主席该提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党中央的幕僚 他们应该提出来说 身为国民党在于大党 要该怎么做 那讲完这次咨询 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书贞 他到底可不可以反咨询 我认为反咨询 不要反咨询是一个立法院的默契 为什么会有这个默契在 的确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说 不能反咨询 但问题是立法委员 他握有监督权 他就是向你咨询 那咨询你 请你回答出你施政的过程当中 你的内容是什么 你可能有了缺失什么 我们点出来之后 你告诉我们怎么去解答缺失 如果今天真的要搞得说 大家都可以互相问来问去的话 我觉得国会的殿堂 不是政论节目 今天你可以请苏貞 跟蒋万在我们节目上 两个一变一变去 互相骂猴子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这无妨 但回到立法院殿堂里面 当然蒋万他说 他第一苏贞 他承诺一年之内会不会缺点 或许你会认为说 他是不是过度禁闭苏貞 到底苏貞不太开心 这样子回答 当然有这个问题 但苏貞他也可以有一个方式 跟他好好回答的是说 一年之内 如果我们有什么样 电力网路改善的方案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或许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人为 或不同的方式 造成可能跳电停电的问题 但我们正在改善电网当中 或许民进党朋友会觉得说 过去有啊 民进党都在做 我们也有做一失证报告 也有讲出来 大家不提而已 但也可以透过在蒋万跟苏貞 那些质询方式里面 把比较具体的方案提出来 让人民比较安心 回到事实 我必须说好 这几天 新大地上跳电完之后 这几天的确不管是南投 高雄 中和 万华 但陶级已经找出原因来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停电 跳电各种方式 不合理 就一个老板是按照说 过去这几年都没有发生 那么密集的停电方式 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民进党朋友 可以告诉我说 他有人为因素 有维修因素 有些偷点电缆 都有原因没有错 但这样原因谁该负责 当然是我们现在政府必须去检讨 好好把这个妥善率 或者好好把这SOP制定好 这样才可以解答老百姓的疑虑 所以最后讲到台北市长 部分 一个一分钟 其实讲外面台北市长 我觉得他有一些困境在 包含呢 为什么他这次直去苏貞 大家会发现 他一开始看起来 好像比较 态度比较强硬 是 他的确在深南里面 深南对于讲外面 认为他有点软弱 很多一题上 让他没有站出来 然后表达党的立场 所以深南对他有一定的不谅解 所以我也认为他 讲外面有点试图在这一次 透过咨询出这场过程当中 取得一定的舆论的高度 就是表现一个强悍度 让我们深南的选民看到说 我讲外面其实是可以硬起来 但这一次看起来 结果没有那么好 他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很多人谈到说讲外面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坚毅 没关系 但是你走中心中道路线 但现在看起来 年轻人支持度还是不够 我认为刚刚 陈廷委员在访问的时候说 是全党要就义的很好 我认为讲外面 目前是大于国民党的 目前讲外面在国民党里面 年轻人台北市长觉得里面 年轻人支持度低 我觉得很多程度 是本人整个党对年轻人的经营 跟年轻人议题的掌握度 其实是不够的 导致年轻人 其实不太那么喜欢国民党 这情况是顺道的影响到讲外面 那这是台北市长的选举 所以这次讲外面要怎么样去重振 他的威严或是什么梦的话 我认为讲外面必须站出来 他不能躲在后面 他要一肩扛起 不管是党的改革 包含台北市年轻人议题怎么经营 他要站出来 不是躲在国民党后面 求来不能躲 来这个嘉玲 还要稍微简短来回应一下委员 是 我想这个有点矛盾 就是说为什么要全党就一人 泱泱大党要就一个讲外面 好像一个小孩 你知道吗 国民党记得为了一个人 叫一个小孩 如果要小孩来做市长 我相信 我觉得你比较实习 最后你比较实习 事物更清楚 我常在讲 在国会词询 这个我不太认同您的说法 因为我在国会四年 每一个委员要上台之前 都是言之有理 都已经做足功课 各部会该提供的资料 他都已经study 为什么讲完他没有做足功课 他只是他为什么苏贞昌院长会那么生气 我们不要说什么反咨询 其实讲完之在利用苏贞昌院长 秤他自己的声量 他是你刚刚也讲了 他是为了取暖 希望深南的选民认同他 那你利用这样的功器 你是要来执询 不要说执询 其实你是在利用苏贞昌院长 所以难怪他会不高兴 他会生气 因为你要选市长 是你家的事情 你不可理喻的叫我说 承诺以后都不停电 我想谁可以承诺 哪一个男人以后都不要婚外情 没有人敢承诺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种事情 就是命题的假设就是错误的 而且你利用这个堂堂的国会殿堂 来蹭你台北市长的声量 这是大大不对的 我非常赞同苏贞昌院长 他不是反咨询 他只是有骨气 他要提出正确的 你要咨询 你就要言之由你 你要准备好 你要提出论述 我行政院该改善我改善 我相关部会不对 我来改善 而不是叫做这种空口白话 我今天给你信任 明天再跳电 我给你说 不好意思 姊妹给你答应 今天都没准算 这也不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要这个国民党 如果要提一个小孩 来当市长的话 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来温大哥怎么看 讲话 未来是要选台北市长的 那现在呢 在国会直询 每次遇到苏贞昌 大家都打就剃吧 好像最后都没有 如他的意见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整个国民党 好像都要尽全力来帮助他 像是昨天赵绍康 中广董事长就说 呼吁要来设立一个 苏贞昌的条款 官员不能反直询 要来杜绝乱象 来这个温大哥怎么看 到底这样算不算反直询呢 苏贞昌已经讲过吧 没有什么所谓反直询的内规 那为什么会掀起这样的战火 第一集就是 这个是报纸第一版 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不再停电 这个要求是有点过分 因为停不停电 不是一个隔魁 你看当时国民党要求的是 经济部长要下台 并没有说隔魁你要下来 但紧接着我觉得有点欲气了啦 这都是都是头条新闻的 大家看得不瘦瘦 不过各位要了解 索金昌是选到台北市長 你大概都忘了 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是台北超越台北 尝不说 那个联盛文章打钱的时候 搞不好苏贞昌 他人生轨道就又转了 对吧 所以但是对于一个 曾经选过台北市长的人来讲 你蒋范安 我查了一下 你现在一九七八年 你知道那时候 苏贞昌是什么 他是青商会台北市会长 得到全亚洲最杰出的分会会长 全世界最杰出的分会会长 然后呢 他想要更进一步 进选世界的总会 所以副总会长选上 总会长没选上 换跑道去帮美丽岛辩论 然后一九八一年 他进入了换跑道 没有再搞青商会了 他变成了沈亿言 沈亿言的历程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他当沈亿言的时候 最旁边那个是谁 蒙昌 尤锡昌 现在的立法院长 他当了两届审议员之后 然后变成屏東县长 蒋实在你的辈分 对蒋万恩来讲 其实你要把苏贞昌当成副职辈 并不为过 那我们并不是说论志排辈 而是说你总要尊重长辈吧 那你就想说 你是真有偏偏的 这不是说 我们要照顾了 这个是最新出版的 蒋经国日记揭秘 中国时报的前总编辑黄青龙 也是旺报的社长黄青龙 到美国三佛去找出所有的文件 各位看一下这最重要的 在这个照片里面 这里面讲的你不是蒋家 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清楚 你是姓王的王继村的孙子 对吧 所以 我跟妳讲 不要去继续去纠缠 以为说乌二战火 我们现在来一个苏蔣大战 这些都白纸黑字 人家敢敢出书 敢把蒋经国日记全部调出来 你这个打下去 你现在打的是蒋家旗号 然后到时候这个旗子 连根被拔起 看你的狗山 那不是黄青 那是黑青 你的黑底 你根本不是蒋家的人 你到现在讲实在话 蒋孝武的小孩 或蒋孝文的小孩 或蒋孝文的女儿 有没有任你这一个后辈 没有 只有国民党 变成新竹白 这就是蒋家的 这个香火香传 不对 现在台湾没有这个 蒋家的这一些 这个什么香火的问题 台湾需要的是 索青中这种冲冲冲 冲冲冲冲 怎么说 只有用 闯荡的冲月 他说的嘛 超越 才能够走出一片坦途 你如果去現在 現在這個泥招 每天在那邊打這些爛戰 對吧 說我抱歉 以上事對下事甚至不武 所以我是希望說 國民黨你也不要趙趙康這些名嘴 提到趙趙康他自稱名嘴 各位看一下 這個這個蘇貞昌 他說他其實他是 他也是從名嘴裡面 他最會學到的 因為他說名嘴講的話 他只要看一下半天的書 就通通學了 一笑敏恩仇 到此為止 歹氣不要脫膨 這其實剛才我們大哥有說到 真的年代選舉要到看 講我們真的在緊張 但是現在國民黨要緊張的 還不僅僅止於此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就來看 最近除了高雄市的議員朱廷瑜 他宣布要退出國民黨之後 昨天又有一位新北市 這也是六都之一 新北市又一位年輕的議員 宋宇貞也要退黨 國民黨這些跳船潮 會不會引發連鎖效應呢 我們等一下回來 一直來討論 好 прав一觀 dietary 部分